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在星期日凌晨,歐國聯分組賽繼續上演多場激鬥 其中身處聯賽A組,D組的荷蘭將會對陣波蘭 前者目前正取得兩年勝的佳職 當中軍場攻入三球,狀態良好可見一班 荷蘭市也應該有力延續勝職 在上一輪分組賽,荷蘭得到好好的練兵效果 要知道球隊派遣多名副選球員上陣 期間中場,杜欣、古普、美拿斯在下半場錯斷取得入球 不過他們在比賽末段一度被攀平比分 眼看就以和波收場的情況下,貧積著前鋒 何培斯在最後時刻的入球,成功以2比1絕殺威爾斯 這場過後,荷蘭在歐國聯分組賽,頭兩輪保持全勝 而更值得稱讚的是,球隊在結束歐國杯徵程之後的各項賽事 保持不敗,當中佔職為百姓三和 荷蘭目前陣中最為煩惱的球員 無疑是中場法蘭基迪莊 畢竟他目前正面臨著個人轉會問題 由於武會巴塞羅那財政出現極大問題 現在需要套現球員換取資金 而荷蘭人就成為最大價值資產之一 球員過人當然不想離開,但球會心意已決 即使受到場外因素困擾 不過法蘭基迪莊仍是表現出職業球員的態度 他在國家隊依舊發揮出色 之前對陣強敵比利時送出精妙的助攻幫助隊友手開紀錄 而上一輪分組賽即是最後時刻拆動反擊 為接下來的絕殺提供先機 雖然波蘭上一輪分組賽是首開紀錄的一方 但球隊不難未能保住勝果 後防線反而門合戶大開 之後連失六球 最終以1比6慘敗給強敵比利時 這個是自從2010年一場熱身賽以0比6輸給西班牙之後 波蘭失球最多的比賽 即使陣中擁有德甲射手羅伯利雲道夫斯基 而且不負眾望地取得入球 不過波蘭整體實力都不及比利時 要知道球隊上一輪分組賽射門的次數 射正的次數 全球的次數 控球率 以及全球的成功率等數據都處於絕對的下風 波蘭目前頭兩輪分組賽錄得一勝一負的戰績 由於同組還有比和兩強的存在 兩隊出線的主動拳已經不在自己的手上 並且金仗對陣荷蘭更是難度十足 畢竟他們上一屆歐國聯分組同組 而在雙方的兩場環中 波蘭都是以落敗告中 期間合共失三球緊攻入一球 可見球員難有底氣 直到這邊就已經完成了 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